即將在9月份舉行的第三場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辯論的陣容已經確定 9月12日共有10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有資格參加在德州休斯頓舉行的辯論 這是前兩場辯論人數的一半 前兩場辯論進行了兩個晚上 目前在多項民意調查中領先的前副總統拜登 有資格參加第三次民主黨總統參選人辯論的名單中 命列前茅 拜登說我們必須將這個國家重新團結起來 僅僅打敗特朗普是不夠的 打敗他只是消除了最大障礙 但我們必須團結全國 我們必須將人民重新團結起來 拜登將首次和主要競爭對手 麻薩諸塞州參議員毅倫同台 毅倫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他承諾要為美國帶來徹底的變價 毅倫說我們不會用這裏一個小的法律 那裏幾個規定來方式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唯一辦法就是要進行結構性的大變價 你準備好迎接面化嗎? 做得好嗎? 中文 leaned